好 各位正在收看的是竞争大赛第十三季新河漫游 本次比赛由泛浪冠名赞助播出 泛浪视频来一杀 在家也能玩面杀 可以到各大运用商店来下载 泛浪APP跟我们一起来玩来一杀 这个东西就看怎么理解 我们可以理解成 希望我们圈圈今天可以早点下班 然后享受今天自己的生日宴会 对吧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开心的看待每一局 其实有的时候 事实跟认知以及产生的情绪是ABC三件事情 同样的事实 然后换一个角度之后去理解 可能产生的情绪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就把这件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去理解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可以下班找一些 圈圈可以去享受到自己的生日宴会 这件事情也是值得庆祝的 然后我们是很希望能够给各位大门老师 带来快乐的氛围 然后在看我们来一杀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好人跟狼人之间 狼人并不是坏人 并不是所谓形容词的那个好 然后狼也都是红方跟蓝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大家看的时候不用去预设 说一定得是好人获胜 一定要狼人获胜 不过有的时候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局 或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局 这些东西都会是我们等到退休之后 回味起来就全全到时候想 嘴大果冻 还有陈鸣剧那一局都不帮我跳 这种东西其实都会是 未来我们去回想起来那一局游戏 或者回想起狼人杀这游戏 特别有意思一些瞬间 然后大家就一起来下载一下饭狼APP 跟我们一起来玩蓝莎 饭狼上面已经更新了 大日赛同款的机器狼通理师版型 大家都可以到饭狼上面去 把前五级的任务解锁掉 或者是通过答题的方式 解锁新手的所有模式之后 然后就可以去跟我们一起来玩蓝莎了 我们有很多的主播 都在自己的直播间里面开设所有赛 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在今天赛后的时候 都可以到圈圈的直播间里面 去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京城大日赛播出的时间是周二 周三 周四和周五 但是要特别跟各位刚来直播间 大门老师说一下 明天的京城大日赛 因为我们外哥要出差 所以临时调整了一下 明天会调整成小时赛的播出 然后明天播出地点 是在我们的官方直播间 抖音上面搜索 京城大日赛就可以搜索到了 同样也在七点半的时候 我们会有京城小时赛的播出 另外明天周五一点三十分的时候 也会有我们京城宝宝赛 宝宝赛是在周五周六周日 这三个周末的中午一点三十分 为各位安排来播出的 宝宝赛是我们京城大日系列赛 是为大门老师专门开放的一档节目 然后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我们的选手招募的那一张海报 上面有我们联系方式 然后可以添加好了之后 做一下自荐 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玩蓝沙 当然你也可以到我们各大主播那里 去问一下是否还有推荐席位 我们所有的这些主播 都是有推荐的这样的机会 然后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玩蓝沙 另外小日赛的播出时间是在周六周日 以及周一三天晚上的七点三十分 然后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京城大日系列赛事 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还没有加粉丝登牌的 没有点关注的 各位抓紧时间 帮我们卡卡登牌点点关注 然后每天八点到九点 都是我们歪哥打人期票的时间 你的粉算等级越高 代表你送出的每一张人期票 它的加成就会越高 然后很希望大家都可以在 每天的八点到九点 都为我们来送一张人期票就好 第一张人期票是可以代表额外两百人期值的 今天八点到九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五千多名弹幕老师 帮我们一起助力了人期榜 最后拿下来第十名的成绩 感谢在那个时间段里边 为我们送出人期票的每一位弹幕老师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 官博现在正在发布的 关于京城大赛高校联赛的相关事宜 目前我们已经开通了团队报名的渠道 然后各个高校的负责人 各个高校的社团负责人 如果你是比如桌游社 然后比如说是蓝人杀社团 等等这样的负责人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官博 看到我们的海报上面有一个报名通道 然后来征报一下我们京城大赛赛 这一年度非常重要的一次赛 是高校联赛的赛点 然后同样可以一并把你手底下的社员 想要报名参加这些人一起征报上来 但如果你的高校里边没有这样的社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将在1月31号之后 开放个人报名的渠道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推荐你到就近的赛点 去参加我们的高校比赛的 然后海选过后 我们会在北京召开我们的线下总决赛 到时候会有很多的 通过我们的高校联赛 海选的这些选手 来到我们的北京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线下的总决赛 这次高校联赛 我们为各位准备了丰厚的奖励 以及甚至上宝宝赛 小时代和大师赛的名额 然后如果你现在还在高校里边就读 欢迎到我们的官博 来了解一下相关资讯 然后高校联赛一定会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可以敲手以盼 来关注我们又一个牛肉干的诞生 京城大师赛新河漫游第13季 依然是由泛狼冠名赞助播出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下载 泛狼里面的机器狼通灵师版型 跟大师赛完全同款规则 包括双刀狼破盾刀的机制等等等等 另外机器狼通灵师的版型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有意思的版型 可以在我们的泛狼上玩到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模式 叫做自选版型的功能 大家可以在那里边去自己选择 所有在泛狼上已有的角色 然后搭配不一样的版型 你可能有的时候去玩的时候 觉得我狼王能不能跟白狼王搭在一起 都可以到我们的泛狼去尝试一下 如果玩到好的版型创意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 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提供版型创意 我们昨天玩的假面舞会板子 就是在我们第十季的时候 然后在我们的唱话里边 一位叫做紫苏亚朵的老师 给我们提供的版型创意 经过我们的一些小小的调整 和平衡性的机制的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微调之后 然后登陆了我们的大式赛 如果你的版型创意足够精彩的话 说不定在未来大式赛的某一天 也可以看到自己的版子 像紫苏亚朵这样的淡末老师 会在我们1月27号的年会 受邀来到北京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 2023年度的京城大式赛年会 除了像紫苏亚朵之外的 我们这一年度的 所有的最佳淡末老师的获得者 以及我们的人期榜单前五名的 这些淡末老师 都会跟我们一起来参加这次年会 待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了 然后七号娘回来了 刚才这期实验柜什么人 让七号娘跟一起聊聊天 富富盘 我个人认为11号的发言 首先没有擦边 没有贴脸 我觉得狼人正常跳 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没什么问题 所以给大家倒个墙 让大家浪费了 很长时间看了一场垃圾局 这局从小狼不跳开始 就是一圈垃圾局了 我是觉得拿老人 你起码得努力一下吧 不能说跳都不跳了呀 对吧 我怎么会拿板子桌上呢 所以这盘不跳就没有想念了 你认真说自己跳还是我们就 你好好说 我好好说 他自己跳还是我们就 你觉得 他自己怎么跳 如果他是小狼 你可以让他自己跳 他是大哥 你怎么让他跳 逼话了 我觉得我已经逼话了 我说实话 我已经逼话了 我就不是那么明 我说四九 我觉得四九不会像和五都自己比较 所以你不跳的原因是想让五跳 对 我想让他自己跳 跳完了 我们谈到我把它办了就完了 因为他总经济那个发言 他活不了了 实话 总经济那个发言 他活不了了 不可能能活 这是实话 这个就是我们谁也别装 但是圈圈那个位置 他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狼 是不知道 就只能堵他跳 因为他跳完了 那就自爆 那不是不自爆 井上就双爆了 双爆就不好看了 我底下从来不自爆了 双爆也比这种情况强 但是我井上我确实比较 我从来不知道 你双爆也比这种情况强 双爆他吃毒 是吃毒 双爆吃毒剩一个狼玩 被凑合玩 那怎么办 你怎么你不跳的强 你不跳不是一定输吗 百分之百输 狼人那儿 狼人杀那儿 狼人不喊跳 有茶杀肯定得喊跳 想好了几下再跳 我就他如果没跳 我当时想 他要没跳 我就几下再跳 我也给他打给他 我说这两个人 想让大王撞车了 我也给他打给他 我反正出的都不难无所谓 我让你这个人 但是生日是吧 我让你可以紧归 我将法 你要发我茶杀 你在井上直接发 我茶杀肯定得行 井上直接发 你就说狼 茶杀狼 被你载到 我会演的 但是你不能 但是你要求他跳 你自己原地去跳权了一点 但你低话 你低话 你得低明白点 你说什么五号是原家 他会跳的什么的 还是觉得不够明白 但是那么低 我觉得太明显了 你哪低话 你们聊电视剧 你哪低话 没有 我说四九肯定不会跳 我说四九肯定不会跳 应该在五六七里出对到位 那你这哪低话 他会问 他肯定会认为六七里面有同伴 六七发言好 六七会跳的 我不是替他喜 你这个发言 你说五六七 没有怪学生 我就是说 就是他自己跳 不是问题 这事不怪 今天怪谁呢 怪我 肯定是怪我 但是我现在就说 人家怎么玩 遇到这种 别人家来怎么玩 你的意思是 赌经于那发言 擦边贴两个 没有任何擦边 没有任何贴 但是肯定跳不过 肯定跳不过 这种人一定跳不过 这是实话 那倒不吃鱼了 肯定跳不过 别装傻 肯定跳不过 你的逻辑勾应 就是能跳得过的 我觉得你好好玩 你起码 你放弃了 努力的过程 你可以 对 这种发言 它可能很钢铁 但是为什么不能尽力跳一下呢 你尝试都不愿意尝试 你紧上这个意思 就是觉得我应该跳 但是其实我想好了 紧下我可以再跳 你紧上不跳 紧下跳 你紧上不跳 紧下再跳 我想好了 我真的不想 牛逼牛逼 我上几位 没有紧下 没什么问题 我上几位 嘴大说的都对 不仅约人家给你送礼物 你最有的礼物 嘴大说的都对 他可能是 最有的礼物是很大的 是这么跳 真的吗 我不能骂人 我理解 我都理解 我理嘴大说的都对 确实是 要不你就别说什么 对不起 你这个东西 没错 他甚至我想验他一家 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么跳 就是 没错 但是老人不能吃 没吃不 不是没屈服 一直都没屈服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说几书 梁老师都点了三次双 陈明确认了个狼 说我为啥不杀 那么我的是好人 他几张带是点我的 带是说我做的 他不会让我外国 你真是好人 这里不是什么 外国一定是好人 反正就是给大家道歉 看了一句垃圾局 第三盆大家凑合看看 好吧 对对对 我们就是挺不好的 谁妈 赖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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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第一个是我 我只是不能理解能上金融大赛选手 你这种玩法我真的是不太理解 他以为我跟他闭话 十一是一个大网 念了五次的人 我后面想 我觉得你们狼的眼里 可能觉得他是 Sultan 怎么可能 有可能 我真没觉得 Zoom 发言那么夸张 我很好 我不信那些东西的人 因为我都不肿 因为是 只不觉得他不钢铁 确实话 真的不钢铁 真的不钢铁 是能打的 你就说他送你履物 怕你站错边 给你发叉叉 对吧 但嘴大就认为 你们别再给我装了 你们都会认为 说话是 你是单边自己放弃了 你可以认为大家都在装 但是你不跳就是放弃了 你放弃了这个机会 所以 这个事的分歧在于 你认为十一足够钢铁 但我们作为好人来讲 我不认为它会钢铁 反正休息室里我问的所有话 都说很钢铁 你们俩可以说不钢铁 反正休息室里我问的所有话 都说不钢铁 休息室里边谁说很钢铁 王宝宝说很钢铁 荣耀和王宝宝说很钢铁 OK 就看大家怎么想 因为有的人会觉得钢铁 好吧 那就很钢铁吧 我觉得 其实我还提问 你本来还想给谁发钢铁 给你发钢铁 你给我发我铁干面子 谢谢迪拉的 但我最想给你 发 我直接说 但刚过生日我就不验 我的眼里只有发钢铁 最后一盘也给我发钢铁好不好 那我第一盘 你给我发钢铁 我发钢铁我不会发钢铁 我变不了 我接完钢铁就发言面子 没用力了 铁大夫 铁大夫 不是我们可以说 铁大夫老师这个发言 张铁大夫 我上次一道铁大夫 还跳铁大夫 铁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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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玩钢铁 我不太对了个魔术师了 对不对 嘴大一类 我们嘴大都这样 什么意思 要喷嘴大 你要喷嘴大不行 你不能喷嘴大 没有 你不能喷嘴大 不行 我觉得嘴大 我觉得嘴大没错 你不能说嘴大坏坏 嘴大全对 我理解嘴大 我站边嘴大 我站边嘴大 太强了小郭 但是你都不需要拿守墓仁 因为你已经能知道谁 关键我说是守墓仁 谁是愈演家 我跟他们说不信我 就算认为我是守墓仁 他们可能也不相信我说的 谁是愈演家 我们同意 你这个好人在那边 太好棒了 施带军也是这个人 对 不不不 会快到这儿打的这个 不是范真真去打那个 不是第一次去那个半天里 打的是他老公是吧 不是 就是戴军演的 不是他还是老公 对 打的是他老公 打的是他老公 打的脑袋破的那个 不是戴军 戴军演的他老公 对戴军就是会打的那个 对对对对 他还有屏幕 对啊 就是要跟他干嘛呀 他不是去那个 把他电线剪断了吗 他把椅子摔下去 你看他把椅子摔下去 你看他把椅子摔 快进来 有些脚清清楚的时候 回来 周日 周日 周日就回 周日 没生气 录完节目 洗个脸 欢迎回来 这里是京城大厅赛 第13季新河漫游 本节目由饭狼冠名赞助播出 饭狼食品蓝莎 在家也能玩灭莎 版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杯 大家先可以到各大用商店 来下载饭狼APP 跟我们一起玩蓝莎 第三局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谢一波同时 首先感谢一下 送给三号玩家嘴大的大团圆 来自嘴大爹妈团 留言说来日方长 不忘初心 坚持努力 终将收获满满的成果 谢谢嘴大爹妈团 给到三号玩家的同时 谢谢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一号玩家 小郭的心和漫游 来自敦敦 留言说 我是歪哥的狗腿 铁战小郭初七 谢谢 在那呢 心和漫游 谢谢敦敦送给一号玩家的同时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九号玩家 荣耀的大团圆 来自秦旭诺 留言说 喜欢你的笑 喜欢你的阳光 有荣耀的每一天 都是大晴天 祝荣耀天天开心 感谢秦旭诺 同样送给九号玩家 荣耀来自莫威威的大团圆 留言说 In this life our love is in our hearts to see We must remember that tomorrow comes after the dark Though people changes the future is still inside of you 谢谢 莫威威 感谢 全都听懂了 接下来感谢 来自大辣棒 送给九号玩家 荣耀的鲜花 留言说 每次我想更懂你 我们却更有距离 是不是都用错了言语 也用错了表情 这是歌啊 不想更懂你 其实我想更懂你 不是为了抓紧你 我只是怕你会忘记 有人永远爱着你 下周一开门大吉 期待一下荣耀的精彩表现吧 下周一 荣耀大吉有你是吗 不不 荣耀大吉 开门大吉有你的 做个广告嘛 下周一的时候 那个CCTV3 开门大吉有我 有我 大家可以去宽一下 我忘了手机没带点 你已经录完了是吗 好像是三四点 录完了 下周一 应该是晚上啊 接下来感谢秦许诺 送给九号人家荣耀的鲜花 留言说 又是有荣耀陪伴的一天 游戏一场 祝开心 一直支持你 谢谢秦许诺送给荣耀的鲜花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二号人家 梁敬贤的头十 头十 首先感谢送给梁敬贤的鸟龙 来自 哇这个名字要怎么作啊 小鹏 p h o 小鹏 哦小鹏啊 然后留言说 梁敬贤特别出演的网剧 自己介绍一下吧 呃那个有我特别出演的网剧 藏耀令要在某库热播了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嗯 留言说的是梁敬贤特别出演的网剧 藏耀令订党1月18号啦 同时我们最棒的梁敬贤 下礼拜也要禁组了 禁组的期间 不要忘了我们大师赛 要一直进步呀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下五粮叶送给二号玩家梁敬贤的鲜花 留言说 你是纯白的高领之花 只可远观而不可近处 首位7号血压爆打12号王宝宝 梁怡加油 禁组快乐 谢谢谢谢 也希望在我禁组期间大家多多支持大师赛啊 谢谢谢谢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下送给十一号玩家鲜鱼的头十 来自贾森送给鲜鱼的鸟龙 留言说一票十二 寄精四座 翻墙带四 笑翻全场 鲜鱼全球会员会所有会员 祝大师赛越来越好 弹幕老师发大财 谢谢 接下来感谢拜拜送给十一号玩家鲜鱼的鲜花 留言说 祝他心态越来越好 玩的开森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下送给五号玩家鲜鱼的头十 来自全体甜甜圈送给五号玩家鲜鱼的鲜花 祝圈宝生日快乐 祝你预言家活过第一天 通灵师不厌机械平民 祝你汗跳没有滴滴司机 Bicycle早日撞碎大计 祝你谦卑不倒 祝你万事顺心 祝你初心不改 祝你永远可爱 感谢全体甜甜 谢谢 下次祝我们五号玩家鲜鱼生日快乐 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第三局 机械狼通灵师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点赞 我们直接为各位开启上帝视角 好 来个玩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 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请闭 来 机械狼通灵师 好 终于听清法官指令 通灵师请举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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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灵师请报声 首位请睁眼 请选择剑娘 守护团家 看指尖 我像蝴蝶 首位确认请闭眼 三张狼人请睁眼 我对看 无声 岁月 老二姐会儿童漫 杀了战术 决定击杀目标 你我只是 大阁照年 可曾有过誓言 走进树 有过誓言 可曾有过誓言 花生的思念 大都不振图 你的风 让我干什么 真心 然 无言 啊 你的眼睛召唤了时间 你的身后永不识唱片 不想如何有些数了年 老公需要换码来 老人请就任 老人确认先毕业 女巫请睁眼 你的火线穿越前 今夜 刚好加倍击杀 使用解药几腿出手势 使用毒药几腿出号码 把火红不散万天 满满人间 流连流连 你说 那月光 照顾同样出墙 航梦 转软开 女巫圈的紧币 猎人的紧币 是否不曾灭 猎人请睁眼 请圈你的心动状态 猎人请闭眼 猎人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请选择梦荣的目标 您请不吝点 你已要一场 你并且能拥护梦荣的紧币 你不曾灭眼 你不曾灭眼 你的眼后 照顾了眼 烹梦荣的紧币 你不曾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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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 与你同学 同年 与你同学 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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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玩家请示绿小型 3 2 1 天亮了 现在是上景环节 上景玩家请亮起面前红灯 本球期上景玩家 1号 2号 3号 4号 5号 6号 8号 9号 10号 12号 共有两名玩家在顶下 7号和11号 现场时间22点39分 根据现场时间 由3号玩家开始发言 谢谢多勤小言 谢谢Lukas 谢谢秦许诺 谢谢车车 谢谢我的会员们 谢谢飞飞小兔同事 跟大幕老师道个歉吧 上一把确实怂了 绝对弄不过11号玩家了 可能大家观感不大好 没事 这一局 最大叔重整旗鼓 你铁狼是1号玩家 铁狼 好吧 这局就给你弄 哎 谁还没拿狼的时候呢 然后听听后支援发言吧 好吧 5号玩家跳铁站面5号玩家 好吧 5号玩家跳铁站面5号玩家 其他没啥了 我是个好人 过了 4号玩家去发言 谢谢头十 谢谢阿娜 谢谢波风水门 然后开牌之后 我也没怎么敏人啊 然后所以就不分享我的敏职了 前面3号的话没有太听出来 但他点了11号玩家是铁狼 5号起跳 他肯定相信 有点工作量吧 然后那我会正点听 5号和11号的发言 嗯 然后 嗯 还有谁还来着 对 还 我也道歉吧 就是嗯 上一把跳 嘴在我自己身上 就是我该跳不跳的 就是是我自己的事 然后我不应该怪3号 好吧 5号玩家请发言 哦 验了4号玩家是个平民啊 本来想验3的 想说这哎 显得咱小气了一点啊 咱出了名的大气 所以呢 就就没验3嘛 就验了4号玩家 是个平民 紧会留留一个11号玩家 因为紧下7号玩家会 不需要那个参考他其他发言 只要看他投票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那个11号玩家和 我先选个8吧 如果8号玩家起跳 就十一九验 因为我觉得8号玩家 这把不一定是好人 10号玩家也不是平民啊 10号玩家 没舍得验 所以就验了个4号玩家 嗯 4号玩家退水了是吧 那就是他身份 首先是给大家看到是认的啊 然后 呃 我也想了就是验个11号玩家 然后验一个8号玩家 假设8号玩家 起跳了本局游戏 那就11号玩家 以及9号玩家顺验 那么 后置位的牌呢 本身就会给予占鞭 对不对 然后我可以听到发言 如果有PK 那有PK台的话 我就再改景回流 至于前置 一个是精水 一个是3号玩家 那聊的再完善一点 就是如果4号玩家 是机械平民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这个概率比较小 啊然后但是 如果正好就被我 哎刚刚送的时候 都说哎希望不要验到 机械平民 你是机械平民的话 你也不是双刀 威胁也不是那么大 对不对 那我只能说我验出来 你是一个平民牌啊 别的没有了 就11-8 如果8起跳 就11-9的景回啊 是个通灵师 然后前置 因为只有两张牌 一张还是 等于是精水牌嘛 然后3号玩家 我觉得状态还行吧 好吧 那狼狮在后置位啊 过了 6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验那4是个平民啊 然后4号玩家是好人 我不太觉得4号玩家 会是那个机械平民 先给一下 你是要什么 第一行为就打你3号玩家 然后11我就不验了 10余 验3我就不验11 我觉得 他们至少我觉得 白天的发言 不太像夜里见面的 7号玩家我就看上票 然后5号玩家 其实对于8号玩家 也是有一斤的防守动作 他说8号玩家起跳 什么叫景回来押给 这些人这样大的 所以8可能也不太像 他夜里见面的牌 那其实我景回就不太好押 但我会请上 后转随便押一张 我不太会觉得 后转还能出现同 再起跳的牌 然后拿 如果能拿到几回 我会改掉这个景回头 然后验一张3 验个10号玩家 验个10号玩家 其他的话 验4 其实性命运程比较简单 是因为 昨天他最后一把 不是接了个平民 然后把那个投影师给干出去了 我这人比较 那个什么 我就看看他会不会今天把我给干出去 现在反正是有概率的 因为现在老人汉条也给你发了个平民 然后至于5号玩家怎么发到4号玩家平民 我自己觉得第一5号玩家敏人 我觉得还可以 还挺准的 第二呢 其实比如说7号玩家或者12号玩家 里面有高频玩家也能够给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然后3的话 我是觉得首先 井上他直接盲占编了5号玩家 就第一个点 第二点的话 他攻击井下的11 我没懂 为什么 你是你是米的他还是什么东西 什么都没有说 你就是11是个狼 谁还没拿过狼什么这样大的 很像跟上一盘就是赌气一样的 那个我不太觉得很像好人 所以31我就选择验3了 然后11 而且给当时3点他的时候 11还甚至正眼都没看他一眼 就就埋着头 看来一眼都没有看 没有任何表情反馈 所以我也很难通过那一段 去看11号玩家是不是被踩中的那个狼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的话就看他上票就行了 其他没俩说 就验一个3号玩家 验一个井上没有发过人的10号玩家 但是这个井会留 第二张井会其实是随便随便留的 拿到井会我会改 然后希望能够吃到井下的票吧 如果井下有好人的话 此评评过了 8号你俩请发言 哇 你俩发言都好好啊 真不错 两个人听得我 听发言听得我 褶子都展开了 发言真的都很好 都不错 然后但是我拿着放大镜找 还是找到了一丝小问题 我觉得5在前这位发言 还好 因为前这位他第一个发言 他前面没什么逻辑基点 他验3 我觉得可以 因为3在那个 他不是验3 他验11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井下一张11嘛 而且3号玩家打了11 所以我觉得验11还不错 就是他的井会留没什么问题 6号玩家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你这个视角 你已经知道5号玩家 是跟你对跳那张狼人牌 你就应该多去听5号玩家井上的发言 5井上是对10的有一个定义的 他说觉得10号玩家是张带身份的牌 所以5跟10的那个对话 我觉得不太像见面的 那么第二井会留去 刘10就略显有一些藏促的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6号玩家 第二井会留的不太好 然后第一井会留 验3也可以吧 因为3跟11 没必要同时禁验嘛 3在那个位置说5起跳就占5 所以你是同龄师验3也可以 但我觉得第二井会留不太好 所以5、6发言都不错的情况下 我觉得6号玩家的第二井会留 略有瑕疵 那么5号玩家在我这面 就会稍微高一些 但是我再听一听 我再听 因为我觉得你俩发言都很好 我想请他再听一论 然后没有什么了 嗯 过了 9号你俩怎么发言 我这把就厉害了 我跟10号站边 10号说站边谁就站边谁 10号太牛背了 开牌直接把我敏爆 那我没办法 我被你裸抓了 我这把就当你的寄生虫 好吧 那看你能不能站边了 你要是站边了我狼队友 那我就只能当冲锋狼了 你要站边了 因为我觉得你是好人 你要是站边了那个通灵师 那我就勾一下 你把我都抓到了 我也没办法 没办法起跳了 没办法 但是我自己表达一下 因为说不定我也搞错你身份 那个你也可能是狼人 5 6里面我是站边5号的 我觉得5号更像 我是觉得5号像 然后我要把理由告诉您老师 给你说一下 因为他有一个那个心路历程的转折 我说本来想念3 后面改到4 我觉得那个比较像 他通灵师的翻炎 然后理由也说了 战边也说了 然后把时间交给我大哥10号 好吧 我现在就是他的傍身 我是你的宠物兄弟 你怎么你想让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 好吧 你让我退水我就退水 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我这把就听你的 因为你已经融入了 你搞穿我了 你知道吗 听你的过了 10号那是你翻炎的 听我的是吧 那你现在退水 那你师郎你先自暴 听我的吗 不是 说的你白说吗 你要么你就是机械狼学了我 不然你凭什么还知道我是好人 没有这个能力 不相信好不好 然后 我觉得5是 我觉得5是 因为确实 像8号玩家说的那一点是第一 5号玩家其实对我的定义 他说 抿了我有点东西 所以没舍得验 就怕我验出来是个狼吗 言下之意是这样 所以我是不太能成为他队友的 不然他逼着自己队友交身份 万一警察我说我是个平民 他不要我死吧 所以 第二警惠流验到我 当然你也说了会改 但还有一点 是3号警上说了11号你就是狼 你肯定是狼 对吧 然后呢5号玩家把警惠流留到了11 其实是想要博3的好感 想要骗3这一票的吧 所以 你去验3 也有点不太合适吧 因为他警惠流留在11 就说白了就是想要3这一票 那你说第一警惠流就验3 我觉得不是很是 然后 我还是觉得就是狼啊 我还是觉得他是狼 但具体为啥是 就再说说吧 因为他刚不敢说自爆嘛 然后我觉得8号可能是好人 他跟我想法差不多 那一点我也捕捉到了 11的话 可能是机械狼吧 刚刚3号打你说你是狼的时候 你看都没看他一眼 要么是你们夜里见面 要么就是你在思考谁是你队友 所以 不知道啊 我是好人 我感谢一下头十 感谢zy 感谢开心姐 感谢一把 感谢从不自刀草莓酱 感谢小海皮 感谢保安小芒 谢谢你们我挂了 12号来请发言 谢谢未来五行周米米 然后谢谢卢卡斯 然后我站边的是6号 我觉得6号发言发的挺好的 而且 你们现在不知道4号玩家站边谁 所以你们现在打冲锋是没有什么用的 我不管4号玩家站边谁 我站边的是6号 首先 首先我觉得5发4平民 这个东西就是 我就直说了 我觉得5 6里面跳的话 我觉得6号玩家比较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但你们站你们那边 不要因为我的发言而影响到你们 特别是9号10号 8号就不用说了对吧 8号听6 手拿板砖 是吧 然后呢 我为什么发这样的言论呢 因为我感觉 这把好人应该是 赢不了 因为我感觉好像 首先啊 我现在目前为止锦上啊 听了5 6的发言 我觉得6 当然5也可以是 其实大家也说不出来什么1 2 什么锦和6 888说那么多没有用 你想站边谁 你就会觉得对方不好 对不对 那我想站边6 那我说5号什么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的 也没有必要 但是我觉得Bicycle 还是来自上海人的了解嘛 因为他刚才刚刚被 被那个11查杀完之后 他这次又去验果冻 对吧 我觉得 不是那种 就是 如果验出果冻是狼 不好意思 我送你一个查杀 对不对 那不能老是这样对吧 然后相对来说就是 验4的心路历程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6号的心路历程 我比较能够接受 好吧 呃 我站边呢 至少目前为止 没有更新过锦下的发言 所以 那我站边6的话 我就认为80狼 如果等会8说他自己是钓鱼 那就再说 对吧 然后109是单方面和10任狼的 然后那当然自然而然的10的身份 会比9高一点 对吧 所以锦上如果没有狼的话 那锦下 呃 应该会是狼 如果前之位 我听上去比较像狼的是那个9号 因为他认狼了 别的就不多说了 好吧 呃 我觉得123 3发过眼了 哦 发过眼了 他说他干11 我又没有搞明白了 3号玩家 但无所谓嘛 反正自己站自己的 好吧 也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啊 嗯 过了 1号玩家 请发言 嗯 我还是偏向于5的吧 但我本来上解发言也没想说这个 我当时上解发言 我就说吧 你们也太会了 天天这那这那这那 你们天天 每天都是你们 你们几个贡献不同的那个 那个啥 然后我就想上 上解发一下感想 然后我觉得还是 6 12号说是觉得5号不能验4 感觉验4不好 但是呢 他也说了呀 他觉得他一开始想验的是3呀 但是他觉得验3会显得他比较小气嘛 才敢验的4嘛 所以说这个 我觉得12号拿这点打 就是说5号不是 我觉得12号有点 就单单单单单单纯因为5号要给4号发发了贫民 然后他就觉得5号不是 我觉得12号也不太像啥号人吧 然后前这位听下来 那确实是啊 你如果听5 6的发言 然后之前8号啊什么的 10号他们也都说了就是6号发发言哪里的问题 然后也就不用再过多赘述了 我其实还是偏占于我 偏占一下5号吧 然后再听一下警下的发言 就是6号的视角里真的不应该进10 你其实验9都可以啊 因为5号当时说了10号是带身份 我觉得你他近10就很没有他冤家的这个视角 所以说那你对比你觉得 你觉得你就没有说6号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向着的是6号 然后你就硬找5号的问题 我觉得12也不太好吧 然后我就过了 2号拿起发言 我觉得5 6对跳6比较像通灵师啊 我跟前这位很多人想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6比5向的原因是基于几点吧 第一点是5号玩家 当时他说了一个 他说4号玩家退水了吗 哦4号玩家退水了 那证明他认了这个身份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张预言家牌 你已经验到一张平民的时候 你不会那么的在意说 他有没有给外之位的好人 显示他是一张平民牌 就是我觉得你很 那一瞬间的反应让我觉得 你特别像是一个狼 然后看到4退水之后 就没有发报太好了 那种感觉 当然这是我的观感啊 然后其次是6号玩家 他作为一个后之位起跳的 那个通灵师牌 他 其实没有必要往4号玩家身上 甩一个平民身份 因为那个位置4已经退水 就是已经认了这个平民的 这个板子本来就会讲究力度的事情 6我觉得他是有配置 抿到外之位的 哪怕平民也好 身份也好 可以去发一个身份 去博力度的 但是6号玩家在这个位置 依然选择给4号玩家 一张双精水的身份 也就是双平民的身份 所以我觉得6基于这点 更有面一些吧 我觉得前之位肯定是有狼站边 然后也有好人站错边的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哪怕站边6的12号牌 我都没有觉得他一定是好人 12号牌站边了6之后 打了锦夏的11和7 他说因为锦上 他觉得狼没有那么多 所以锦夏可能开多狼 你站边6就没有必要打锦夏的牌 还有一个原因 我觉得6比较像的点 是因为锦会留6-3 因为我锦上听3 第一个高志位发言的时候 给我一种感觉就像复盘狼 就是在聊上一把对不起对不起 虽然4也聊了这一点 但是4号玩家毕竟接了双精水 然后我就觉得 而且4号玩家真的有一点愧疚的感觉 在我心里 但是3我觉得他好像是硬是 要聊一下上一把的事情 让我觉得3很像复盘狼 6在这个位置 他说验3的理由是因为锦上听3 没有听得很好 所以锦会留留3 我觉得是蛮像的 反正蛮合我心意的 然后锦夏会听听 也听听4的站边 然后5-6我也会再更新一下 我锦上是想站边6的 然后锦下再看吧 过了 锦上发言结束 退水自爆环节 5 4 3 2 1 然后锦上玩家5号6号 请锦上玩家做好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7号11号投票给5号 5号玩家当选 请找其他玩家请来蓝灯 所以平安夜警长决定警所或请要发言 4号或6号 6号玩家请发言 那我锦上我觉得2号玩家是好人 然后我觉得12大概率是好人 小概率存在 比如说站我的边去电飞的那种说法 也存在嘛 但是至少在锦上听了一轮之后 我不会给出那样的定义 然后我觉得站边5号玩家和那样狼里面 首先锦下投票的7号玩家 大概率是狼 11号玩家小概率是狼 小概率 然后呢 因为我觉得我锦上还是能够听出 这锦下我不觉得是两个狼 实话的时候不觉得两个狼 因为如果两个狼 我锦上外置只有一个狼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看锦上的8号玩家听得比较像狼 那8号玩家他是先用夸的方式 他就是寓意先养嘛 他说哎你翻一翻挺好 啪啪啪啪啪 就给应来点理由 你看你10号玩家拿那天打我的时候 你是明确知道 至少记得我说那句话 我说我是随便留的 我说我随便留的 我没有拿那个考量 但是你可以用你的第二点我能接受 但是8号玩家只拿了第一点来打我 那明确我是强 我强调了一到两次吧至少 我说我第一警惠主要是留个3 但我会没有位置留了 我说30又没有办法同时进警惠留 然后7号玩家呢 我也不想验 那我验谁呢 我再验一遍我的精水 再验一下看他到底是不是平衡 他验不可能的呀 我没有位置去留了 所以我随便留这个10号玩家 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随便留的 可以留的更好 我可以这样说 但是不可能拿那点打我 因此不适 然后我觉得9号玩家也挺像浪 我实话说 站坐边好人的可能性是偏向于1号玩家 和10号玩家多一点 偏向是1号玩家10号玩家多一点 而且里面如果假设还有判断错的 那11就更不能是投桌票的狼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井上 我是能找到额外的狼的 所以我井下我说11号玩家 你是个小概率的狼 但我没有听发言之前 我都能只给 只能给一个一部分的身份 我没有办法给的比较 比较死 你要听我发言的至少 我觉得10号玩家对9的那个反馈 9对10的那个 有句话说的好 舔狗多了 你就是舔狗了 你就已经不到舔了啥样了 而且你那发言 我反正很难觉得 你很难觉得你是好人 好吧 那我个人会有个牌序 那这是百分之百的狼 这是99.999999狼 那个8号玩家是80%的狼 80% 我还是给的比较 因为我觉得井上一轮发言 我觉得我那就是井上一轮发言 你没有搞清楚 我是能接受的 然后9号玩家你是70%的狼 10号玩家是60%的好人 然后1号玩家是40% 应该叫55的好人 45的狼 然后2是99%的好人 10号玩家是90%的好人 4号玩家呢 现在是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好人 我就不存在 你不盘你什么机械拼命这个事了 然后萨维莱其实暂时就不太近视角了 理论上还存在于31 就是也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他顶上打你这种事 在萨维莱莱这位发言 我得听听他的发言嘛 反正我暂时说 我这个先生就会 好像反正得罪蛮多人的 赶紧我也死期 你死不远了 但是无所谓 通灵师嘛 那个最后一盘 该来的血压早晚早晚都得来了 然后想想看 我希望能拿到谁的票 2的票我要拿到 4的票我希望能拿到 然后10的票我要 想要你10号玩家的票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不会盯错你身份吧 然后其他的12的票希望别飞了 别是什么电飞 那就没法弄了 那没法弄了 玩不了了 那我直接等死好吧 12你要是狼你就直接跟我说 你就说 你就等死就完事 你想给我直接发 那个死亡通知单 好吧 哥们直接就抬抬上太明天了 就属于就是 玩不了 没啥说的 头还是头我 我没拿紧灰 然后也不会考虑什么外楼这种事 就这样过了 7号大家请发言 谢谢 谢谢卢卡斯 谢谢车车 谢谢鸡 谢谢鸡 还有还有抹茶碗海豚透视 6和12肯定是两个 6和12肯定是两个 12号 12号 12号机械女巫 机械女巫又选女巫了 要不就双刀了 12号酒上发言说 他感觉这排好像赢不了 吓死我了 他说好人赢不了 他说好人赢不了 那不就是这些狼远有技能吗 但是直接low12也不讲道理 我还是得按照轮次数 先出6再出12 然后23里面 我觉得23都不好 但是23互打了 可能里面有个好人 但我现在目前来讲 3号为狼的点就是因为你打了井下11 因为11投给5了 所以我认为井下11是好人 首先我自己是好人 我占边5的 然后2号去占边6的那个道理 就是你占边6的那个逻辑 我都听不懂 你说5号说4号是平民 要看他认了自己平民身份 然后他放心了 他也有可能是担心 他是不是机械平民 这种事情 他拿5号拿通灵师 他可能怕自己运气不好 真的验了机械平民 万一4号不对水 这种东西 这种思考量也得有 然后你说6号要是通灵师 他为什么不外置为发身份 因为他发4平民是一定不会错的 6号人家是有配置 可以外置为发定身份的 但也会有些风险 但他恰巧可以拿这一点 给4号做高自己身份 所以这个东西不太是能成为6号 能成为通灵师的点 所以2号这个占边逻辑 我没太听见 但是今天出局的应该是6号 至少目前来讲 因为大部分人都去选择占边5 只有12号一个人明确说占边6 12号你不平反 你得有东西 机械守卫不发被读 太冲了 不是这不是愣冲吗 愣冲 硬来 其他人因为8号经常是占5的 然后9号是占5 10号占5 711都占5 4号应该也能占5 3号2号里面 反正2号是占6的 3号里面得有一个去占边5 1号好像也没有 那差不多 反正今天不会到最后发言5出去 那我就占边5 今天先出6 要有什么 要想真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 那就认倒霉 对不对 稍小 我就占5 然后希望5号 好好发言 如果你不信 不信我反正没倒勾 你可以验我 你可以验我 我肯定没有倒勾 我跟我面前出6 然后 23里面再找呗 分不清你可以23里面验吧 对吧 我过了 8号你还喜欢验吗 我觉得可以 就23里面验一下吧 验一下2号玩家吧 因为2号玩家紧上 打5的那个点就 真的很伪 你占边6 你说因为觉得6 可以给外之位发身份 所以他给4发身份 他就是证统练 那狼人也可以拿这个打反心态啊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点 他就让你觉得他有能力去给外之位发 所以他不发 那你觉得5号玩家 我不是说圈圈发不出来啊 那5号玩家人家在前之位发4一个平民 6跟着5发一个平民 那肯定按正常逻辑来讲 5的面不是比6号玩家更高吗 所以你不能用那个点去单独占边留 你肯定要听他们的发言呀 6号玩家在井上的井会留 其实你可以说你随便留 但是你发言的时候有一个点 你说你觉得8片好 是因为5号玩家跟8有个对话 所以你觉得8片好 但是你又觉得要验10 那5跟10也有个对话呀 你可以说随便留 但是你不能双标对不对 既然他跟我们俩都有对话 你都觉得8片好了 那是不是顺利10号玩家也还可以保下呢 所以确实别的发言都很好嘛 但是拿着放大镜找 总能找出来一些问题的 那我就井上觉得6号玩家不太像 井下的发言也是 6号玩家你拔9打得太死了 因为你的视角里5是百分之百的狼 7是99的狼 5是80的狼 那外主只需要找一张狼牌就行了 9号玩家怎么到你这就能变70的狼呢 那3号玩家呢 11号玩家呢 因为3号玩家打了11嘛 你本来想去验3的原因 也是觉得31有个对立面 那怎么9号玩家发完言 剩下的一张狼就锁定在9了 3跟11就不管了呢 所以井下打的坑也不太对 但是他保了很多张好人 他保了10跟1 我自己听我也觉得10跟1比较好 那么打了这张9我就会有所怀疑了 因为9号玩家是被动狼面 其实是6号玩家这轮去打9 他不想要9的票 我听他的发言 还是有在保好人想要骗骗票的 但是9的票他不要了 所以9号玩家的发言 我可能得再听一听吧 好吧 因为6不要9的票9就是有被动狼面的 然后我井上觉得10项好人 我觉得1项好人 然后我心中的狼人牌 就是6号跟12号嘛 然后我觉得可能9偏向一点 然后验一下 验一下2号玩家嘛 因为7在这个位置打了23 然后他说23也互打 那就在23里面选一张验 就把这几张牌也定一定 40你的精髓 其实没有多少坑了 11号玩家上票给5号玩家 那就他井货流是什么来着 他井货流是11是吧 那就先不改 等到他发完言之后 我是觉得在23里面也比较好 然后没有什么了 我想站边5号牌 过了 9号面先发言 什么叫他打我是狼 我就有被动狼面 我的命不是说了吗 在10号手里 10号让我去死 我就死了呀 我井上都这么说了 你这什么意思 那我站边的是5 他打我是狼 我就歹是他狼队友 他让我去倒钩呗 那我那我都井上勾得好好 他找我干嘛呢 所以我还是站边是5号 然后我觉得6跟6号的发言 跟12号不太认识吧 你是小狼 那他要不然就是钓鱼的好人 要不然就大哥 你说什么那个什么太平 什么是病危通知书 那个你 我觉得你跟他不太认识 因为我认为50年家 你就是跳的狼嘛 那12是站边你的 你只有跟他不认识 你才能发生那个人 要不然你知道12是跳回怎么投 等会听听12发言吧 10号井上给你脸 井下别不要脸 好吧 井上闹闹嘻嘻开开玩笑 为什么这么对话 你因为你你错我身份了 我也没觉得你是狼 所以我这么对话你 然后还是跟着你站边啊 然后我的站边是5号 我觉得6号是狼 8号虽然他打我还好吧 但是我能get到他为什么打我 然后听听10号发言 我觉得10号是好人啊 然后我站边5 我今天会跟着5一起投6 井下你说你看71都是投给6的 我就不觉得71像 至少他后面再去聊他们 其实一开道沟狼那什么情况吧 对对或者开大狼 至少我觉得12站边6号 我站边的是5号 所以12不好 2也不好 因为2站边也是6号 所以2612是我视角里不太好的牌 4号还没听到这个双金水吗 也没人说你是机械平民的 你肯定是铁好人了 然后也听听你站边 你也号号票带带票 3号玩家不知道 然后别的也没啥了 那我就过了 10号呢 目前还是站5 但我还没觉得你是好人啊 因为跟你什么什么 舔不舔口 这都没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站边5 大概率站边5 觉得6可能是汉票 那12井上站边6 打的是9 以及井下的牌 井下他可以说跟7不见面 其实好人 头不错票 提前打7可以 打你是凭什么呀 他为什么站边6打你 除非你是他狼队友 不然他站边狼同伴 打好人 垫飞自己狼同伴吗 所以 还依旧没觉得你一定是好人 我是好人 然后为什么觉得5像 其实井上也说过了 虽然Cas你是说是随意留的嘛 留的3 留的10 但是作为通灵师第一视角 你肯定是能思考这些的吧 哪怕是随意留的 第一视角应该也不是说随意留 就选两个数字留的吧 就像8号玩家刚刚说的 你说你第一井会留不验8是因为8号跟5号可能不见面 他们对话了 那就像8号说的 5号跟我也对话了 他说觉得我有点东西不舍得验 怕验出来是狼 他也对话了嘛 那我很难做他狼同伴 而且你说你井下坑也点的态思 你说5789 12站边你猛打了9 9是狼呢 12是狼 确实你也可以说 毕竟你井下第一个发言 毕竟也没听过更新的发言嘛 但是好像井下也没有什么理由说服我告诉他 你是通灵师 因为井上的那些点好像 也没有井下得到圆满的解释吧 但是7号玩家发言就 会发生恐怖的事情 Ks是个狼枪 为啥初六会发生恐怖的事情 不太确定 但KS我觉得有点像狼枪 因为他井下谁都不怕 9也直接打了 9井上说 就寄生虫就寄生我 我说是谁就是谁 井下12打了9 直接就是狼 12说 9是井上的狼 说井下多狼 那12的视角 56出一张 他定了90狼 井下可以多狼 他只要井上发言有一段很奇怪 他说的是 说什么 井上如果没有那个多狼的话 那井下就开多狼 但是9你一定是狼 因为舔狗都是狼 是咋开出这个视角的 他是先定义井下是多狼 再说的9号是狼这一点 那他说的井上少狼 这件事不就又不成立了 所以我觉得12也不是很好 所以9就有可能是你们的同伴 我目前觉得5号是 然后我更新完了 反正最后投票过了 11号你再去发言 嗯 我投给5号的 然后我沾边5号 然后可能算是狼吧 因为我没有听过你井下的更新发言 然后井上打我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觉得你是狼 2号可以吃个咽吧 我没有我听懂他的逻辑了 没有我觉得他百分之百的狼人 对吧 而且除非2跟12是两个狼嘛 而且还得是见面的狼 12冲锋 然后2再冲锋 然后7号 反正他求咽嘛 你咽他也行 他说你咽我也行嘛 然后 因为我井下就两张牌嘛 咽了7号我也比较放心 9号是有可能 是狼的点是他说 2号3号里的狼就那么笃定 一定是2号 就因为2号跟他站边不一样 因为3号的站边你也没有听过 对吧 2号他也可以是站错边的好人 反正大部分人都保了1号10号 某六盘 不盘1号10号里面有狼了 所以我站边5号 比较奇怪的位置就是9号12号和3号 然后可以从这里面经验 我是建议啊 因为我没听过12号的井下反应 他说什么站边靠自己 我怕他一会又说 我肯定站边5号嘛 井上的言就是吊吊鱼 随便发发的 因为也没有人站边6嘛 现在 比较想听的就是2跟12井下反应 还有3号 因为他2和12井上是站边6号 然后6号你井上压3号 可以 3号是想直接说5跳我就站边你 他也没有什么逻辑站边他 对吧 然后他第一井上压3很像在拨我的好感 如果你是汉条狼的话 所以3有可能是6号狼同伴 也有可能他是好人嘛 因为我没有听过3的更新反应 听完这段发言 我是想站边5号 建议从刚才那三个位置里开演 我过了 12号的更新发言 嗯 我站边的6号我是首位啊 第一晚上我首的是10号 然后呢 嗯 别的我没有什么太多东西可以带给大家 首先 其说我是机械女巫 然后说我是机械首位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在座的大家站边 如果就我一个人站错队的话 那我也应该去吃这瓶读 但是毕竟我这身份比较敏感 是一张首位牌 然后我就跳一下 然后呢6号玩家如果您出局呢 就是跟5400的要求是一样的 首先你肯定不会认为你发言太差 对不对 让女巫不要读我 然后如果我是说如果啊 10号玩家你是女巫你就把自己读了 在六出局那一瞬间 因为我守不了你了 因为我是首位 我必须要出来 首先我晚上是有闽人的 然后我的闽人信息呢 必须得说出来 然后呢 我是首位 我也不可能说我 说我没有首人或者去外主委搏个首 对吧 所以我晚上已经首过你了 那么 我不是说威胁你 就是说这一轮一定能够投队 当然你不是女巫那是最好的 那我外主委再听听看 我肯定是要么自首要么守女巫 上一次呢我这么跳首位的情况下呢 预言家也是11点5票出去 然后第二天我死了 小国说我铁牢 然后六字报了 好吧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五发言 发的到底多好 就像每个人每个人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杀势笔 对吧 然后呢我 而且我只是比较不能接受你们警下的发言 对吧 现在是五七八是三个狼 但是九十十一一二二是战边的 他们说二都不是狼 四是双精髓 三和十一都打起来了 那么本剧游戏就我跟case两个狼 我还是首位二都不是狼 双狼倒勾 在七八全是好人的情况下 双狼倒勾 四还是双精髓 那狼坑到底是谁呢 你们说五发言发的好呢 我说实话我已经很努力的听了 真的没有听出来 就一个新燕路历程一个井窥流 七号玩家说我是机械女巫 我是机械 机械奥特曼我都输了呀 我机械女巫晚上也只能读一个 是不是奥特曼都输了呀 您老是好人都吃宴了 怎么赢吗 赢不了了呀 对不对 别的没有了 别人是自己站的 我只是跳出来尽我的本职工作 当然了你们后面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说我 今天王宝宝你这样做对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说我是首位 初六读十二 一二三里面的 如果有狼人请这么做一下 小郭叙事待发了是吧 我可以接受狼人跳首位 我不能接受什么平民说我是首位 我听你发言不是 我是首位 这个我接受不了好不好 别的没有我是站边六号 然后请女巫 就是如果时事女巫 你就把自己读了 我我因为我守不了你了 所以我的信息狼人是知道的 那时间到 一号要请发言 嗯 还行吧 本来想吓唬你一下的 因为不太笃定 然后又感觉你说的还像那么回事 无非就是 但是打你的点可能是太过悲伤了 然后发言好多好多 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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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狼啊 就是所以所以 然后但是嘛 我自己不是首位 然后你盘的这个 你说你要听五六的打你发言 你确实很难站六号的边 因为六号到后来 点的狼坑太多了 他认为五号七号八号 都是大概率的狼 九号也是大概率的狼 狼坑都点死了 然后外之卫还能有很多可能性 还都得是狼 我觉得 如果他是一个通灵师 他已经放弃了呀 所以就是 就是怎么说 他是没有能力 劝这些好人回头吗 所以 嗯 不是特别像 KS的风格 我觉得 我觉得KS的风格 就算我们警 警上都站错边了 但是他 他的能聊回来的 所以他的那个 警下的发言 没觉得说特别好 所以说 嗯 但是12在这挑首位了吗 我会觉得2号比较像狼 就是如果是62 那得把2号算上呀 因为2号 他打的点 其实挺 不能说吹毛求疵 有的时候都有一点尾 我甚至都感觉有一点硬打 因为5号当时聊四的那个反应 我当时也聊了 我我不我当时也看了 我是觉得5号对四的那个对话 就只是 只是说告诉大家一下 4号退水了 然后他认了平民了 并不是说这样的那个发言感觉 所以我觉得 2号有点篡改发言的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不觉得2号像狼 我也推荐演一下2号吧 然后我就过了 2号你再去发言 我觉得10和11是我听的两个定好人 然后外之位 呃好人狼人都在保1 所以1尽管这轮打了我 可能1是好人 呃 我说实话 我到现在这一轮 警下听完发言 我还是想站6的边 因为如果62是双狼 两张狼已经冲在外头了 62在冲锋 6在汗跳 12在冲锋 另外两个狼都有倒钩啊 因为我底牌是好人 另外两个狼都有倒钩啊 那王宝宝不是出去以后 就开始大骂 直接骂到人家哭 所以我觉得不太像 王宝宝像狼的点 就正如1号玩家所说 他太多然后了 以及太悲伤了 但是我警上就说过 尽管我想站边6 我没有觉得12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的原因 是因为12号在那个位置 站边6打了警下的牌 所以我当时我说 我没有听正12 但是我听6我觉得像 嗯 我觉得9应该是狼 9号玩家 你说的话是 你觉得8是好人 你能理解8号玩家 打你的那个点 那8号玩家保了1和10之后 11是要站边你认的预言家的 你可以说12是狼 6是狼 剩下的狼找不到了吗 2 那7是要站边你认的预言家的 那4是个双金水 狼坑在你视野中 23 62点 4狼 齐了 对吧 因为8保过1和10 11 7都是上票给5的 4是双金水 那23 62不是很好点吗 所以我觉得9的发言 井下发言像狼啊 然后12在这个位置跳首位 说实话 给我人跳懵了 嗯 我再听听5的莫之位发言吧 因为我现在站边6的点 井下是听了井下的一圈人发言 我觉得6没有队友 因为我不是 就算12是个狼 他在这个位置跳首位冲锋 那也只有612两个狼 如果12是真首位 那6就更没有同伴了 我觉得6号玩家的发言 井上的发言 没有差到狼队友全去倒沟的程度 所以我会再听听5的发言 以及4的发言 因为4是要站边 4是双金水嘛 我可以听听4的站边 然后别的没有了 很多人说我打5的逻辑是伪逻辑 这种就是一种感觉 就是当一个真通灵师 他发了自己的精水是平民的时候 我觉得不会那么关注4号玩家 退不退水 然后想要佐证给好人说 你们看4退水了 那4认了这个平民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然后嗯 我觉得5和6都是拿预言家也好 拿汉跳也好 发言都很好的人 所以我其实觉得 你们说6警惠流那一点 我也觉得的确是有一点点 也有点吹毛求疵 说实话 就跟你们说我听5一样 我觉得你们听6的警惠流 也有点吹毛求疵 然后别的没了 我觉得3还是在坑里啊 也是基于这点 我觉得11向好人 因为11在这个位置 是关注到3 然后觉得2是可以吃咽的 我觉得11基于这点向好人 听听4的站边吧 然后我听完5的莫之卫发言 我会投自己的一票 我现在在目前这个位置 我还是想站边6 因为我找不到6的狼坑 过了 3号家请发言 其实听谁是狼 是好人就听个体发言 我听完了 我说说 我觉得7、8、12 是三个定的狼 说说5、6 我不一定分清 但7、8、12 我觉得一定是吧 7号家 你知道7号家 为什么说2、3里有一个狼 你站边跟他不同 他都不打死你 因为你打了我 你是一张好人牌 攻击了一张好人牌 所以他在模糊视角 11号家 就自己不拿冤家 他肯定是站不在边 对吧 也不用去跟他说啥 然后8号家是抱抱狼 你知道吗 景象 8号家聊了一堆 为什么要站边5不站边6 最后说5的警会流是几 是11吧 他连5的警会流都不知道 他聊了一堆去站边5 我也不知道这种言是怎么办 这种还不是狼吗 还能不是狼吗 12号家请上 听到他的发言 我认为他所有的发言 都是在坐低6的面 对吧 因为他就 我就站边6 我就站边6 你可以我可以站错 但我就站边6 你们自己站自己的 他是一直在 他一直在拉低6的面 我认识12号家 包括景象跳了一个守卫 没有意义啊 跳守卫干嘛呢 所以我不知道他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12号家不大像好 而且我总觉得7和12认识 如果没有今天的第一局 我是不大会去站边6的 但是因为经历过今天第一局 我是可以理解6号家为什么验我 因为其实我你看 在你的眼里 我是你的对跳狼 我是不可能做5的狼的曼的 我是5的狼的曼 我起上 我对着我狼的曼 你跳我就跟你站边 我不存垃圾他的面 其实我是肯定不认识他的 所以其实验我是蠻不想到 但你也没说要冲着狼验 对吧 你第一局我2、3是两个好人 你真原来也留了2、3的紧货流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同一个事 其实对于4号玩家来讲 你很简单 你要考虑就是5、6谁会骗你 但是不管谁骗你 肯定是绑了7、8、12一起骗你 所以你还蛮重要的 你还真的蛮重要的 我是个好人 我觉得9、10都是好人 我觉得11是好人 1是好人 我有点想站边6 因为6号玩家 井上有一句话是蛮打动我的 他说昨天7号玩家 曾通灵给你4发了个平民 验了你4 你反水了 今天我是曾通灵验了你4 我想看看你会不会反水 他其实就是想想 有点想窗位了 跟7比高低了你知道吗 他这个不像是狼人发出来的言 这是很像一个曾通灵的心态 有点那个暗中较劲 你知道吧 我们叫 那个先后语就不说了对吧 反正就是有点暗中较劲了 好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通灵式的心态 而不是一个狼人的心态 能发出来这个言 所以我希望反正我们好人别互打 我们能认下来外罪的狼坑是什么 对吧 再听听 其实4号玩家 我不会说你要站边6 一定跟着你站过头 对吧 我相信你也能理解 但是我希望你能站那边 你其实对你来说 你不用考虑外罪 你就琢磨谁会骗你 这是最简单的好不好 而且5号玩家说什么 放过我了 上把我跟你狼队友 11号玩家给你甩啥啥 你放过我了 我是真没懂 怎么说 11跟你没事 你放过我了 然后不放过4 这没懂 夜四之前就知道4是好人 这些都不大像通灵式 过了 我接了双金水 那我再听一下5号的发言 再决定站边 可以吧 因为本来我觉得这局游戏蛮简单的 因为大家目前都是站边6 但是12现在是单边首位 然后他跳首位之后 那打狼坑只能盘62是两个 然后外之位 我听二号玩家真的没有那么像狼 因为他如果是62的狼同伴 他起来为6冲锋的话 他为什么这个位置要还去打12 说12虽然站边6 但是我没有听证12一定是个好人 所以我真的没有感觉 二号玩家很像62的队友 我会再听一下5号的发言 然后确实因为昨天因为那个错误 然后碎了一下 今天6号又说了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两个都给我发金水 我肯定是要反一个人的水嘛 对吧 然后就是看我能不能投对票 然后我真的是反谁的水都不好 我真的听他俩发言没有太大的问题 6唯一就是有点不好 就是他底下就聊的是他没有进11的视角 他盘了七八九 给了各种百分之多少的那个好人的身份 狼人的那个面 然后但是你唯独略过了11 为什么你对11的容忍度这么高 你要觉得9比11更废呢 然后这个是6号玩家不太像的点 然后剩下的倒没什么了 如果说5是狼的话 那7肯定是狼 他让5应该是延续了他第一局没有做的事情 然后给我发了个评名 我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会再听一下5号玩家给我点的狼坑 然后看跟我心目中的狼坑 就是一不一样嘛 对吧 嗯 还有一个点就是 哎 不对啊 你井上第一个发言 你不是说5跳 你钢铁沾边他吗 现在听了一圈又沾边6了 行 那你这身份肯定比2要低一点吧 然后再听一下5的发言吧 过了 5号你再听发言 我紧后629啊 然后那个因为6跟12是两个马死的狼对不对 啊 在通灵师的视角 然后4号玩家是验出来的平民 那么从发言的角度来说呢 2号玩家你的发言从通灵师这边听 是很难认为你是一个好人的 即使我的精髓说他认为你有可能是好人 对吧 如果我想要拉4号玩家的票 我就不会说你是狼人 而我认为这个台面上有这么多人都选择了倒沟 你要选择去冲锋 那就我就认为你们可以是三小狼 或者12号玩家真的是有那个机械功能 对不对 我本来还想排6号玩家是否是机械狼枪 12号玩家选择在那个地方没跳 是可以的 因为12号玩家有地话 12号玩家你肯定有身份 你没身份他不会拉你这一票 他告诉你昨天晚上守了你 你是平民 他不会说这个话 所以你肯定有身份 他要的就是你的票 你是平民 他说我昨天晚上守了你 你波澜不惊的 所以我是通灵 我10号玩家我认为你 可能在他眼中是疑似神派的情况下 这里都很明了 因为他们狼本来就很巧 不是我故意要点你啊 所以我只是希望你不要投错 那么我去验2呢 是因为马死的是62嘛 很多人说你有可能是狼 有可能不是 从发言角度来说 2号玩家你一定是狼人 但是你有没有可能站错 有 对不对 那所以去验你嘛 对不对 马不死的就验嘛 不要去猜嘛 然后那个8号玩家有说过 23里面验90里面 我不会去验8号玩家 是因为他选择站边了我 那么10号玩家 如果是12号玩家眼中的疑似神派 那9号玩家是否会在一个坑位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说1011是好人 9号玩家你如果啊 但凡8号玩家真的有可能是那个倒钩的话 那你肯定进位置 就验你啊 对吧 那这样的话你 你这个位置验出来不是 你就因为你是好人的话 他们就要进位置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板子 我有想过大家都倒钩的话 有没有可能6号玩家狼枪 有可能但是这个轮次确实 从各方面来说 因为12号玩家有操作 他更像机械或者是小狼 对不对 外置为谁是一定的那个机械狼人 我很难分清啊 但是我在这个位置呢 告诉你6是狼 然后12是狼 对吧 2是我认我的疑似狼牌 那么猜 不要去猜 我们就去验2 那9号玩家可能在那边的位置里 别人7 8都站边 我没必要去验7 8的牌 对不对 那么外置我还有一张狼们牌 那我就靠验 好吧 10号玩家有可能是十二眼中的那个想要拉票的牌 如果你们是做身份的 那这一轮也不是10号玩家的轮次 对吧 那4号玩家是我的精水牌 是平民牌 那他就自然能站对边 那这几张牌都已经点过了 那我觉得票也够了 至于1号玩家是否会 我觉得1号玩家就不用对话了吧 因为1号玩家已经觉得 因为他跳首位肯定有他的目的的 对不对 他就是纯纯的冲锋 那么最后跟3号玩家对个话 3号玩家如果是狼人的话 我觉得不太会是二三六十二的这个坑位 我觉得有点太神奇了 所以我不相信 你应该只是那个觉得6号玩家有可能是他好人牌 我不保你 但是我觉得你自己想一下 好吧 二九顺夜 今天出六过来 送玩家发言结束 警长归票6号 各玩家请做投票准备 3 2 1 请出票 1号 5号 7号 10号 11号 投票给6号 5.5票 2号 3号 6号 8号 9号 你到底什么 我说他6票 5号 6票 我再看一下 2号 3号 6号 8号 9号 12号 投票给5号 4号玩家7票 5号玩家6票出局 请发表言 狼是 9号玩家投的我吧 对吧 如果我有唱票唱错的话 哎呦 那我锦上的敏值就没错 因为8号玩家是狼人 我认为8号玩家呢 我的敏值虽然不是很准 但有的时候还可以 我敏的8号玩家像狼人 然后呢 他发言要站边我 我就不会去碰他这个牌 因为如果他自己是狼人 他想倒沟 这一票我还能吃 所以没必要点在那个地方 6 6 8 9 12吧 我觉得更像2 6 8 12好吗 你用6 8 12是三张牌 三张狼牌 然后6跟9里面的 不好意思 2跟9里面的那张牌 实在是 不明白 你你你听听啊 9号玩家说我一定要站 我一定要站 我要这样站 啪一票5 2号玩家说真的不懂 你真的不懂 你真的不懂 你还是投我 这个你要说 从你们两张牌里面去 如果9号玩家是那个好人的话 9号玩家就想想你前面全部都是对的 对不对 你最后投错一下 然后2号玩家 因为逻辑上更像 而且你也很呆身份 2号玩家 所以你就不说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268 2682 对对对 就这样 然后我是通灵师走的 感谢大家的生日礼物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5号玩家演结束 收发动进楼 5 4 3 2 1 5号玩家是否一张请挥 4号玩家进行警长 天黑请闭眼 7号玩家 平时 constella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面的时候还没有 请rar 我们一起拍照 我们一起拍照 那我都给我影片 př 不过 昨天的把握住那一天 我不能在你的身边 你的人能凌晨时分 谁没有不思念的人 如我而言同的时间 你的时间 Cause I'm mad for you, sad for you, love for you Cause you know 爱就像灰烙下 怎么让人不成功 我的好吗?想说的话 你难听到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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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爱你的最后 别的残忌都是没所谓 怎么能忘掉你所有人 我笑得太痛 我把尚和马维来而起去 马尔剑,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机械狼,请睁眼 剑你的大刀状态为 请选择击沙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机械狼,请睁眼 剑,刚好要被击沙 使用解药剑给出手势 使用毒药剑给出手势 使用毒药剑给出手势 风铃狼,请闭眼 机械狼,请睁眼 新鲜的技能发动的目标 机械狼,请闭眼 11号倒牌,没有遗言 使用发动技能 5,4,3,2 10号玩家可以发动技能 你有15秒时间 带6,带6 10号玩家发动技能带走6号玩家 6号玩家使用发动技能 5,4,3,2,1 警长决定警左或只要发言 3号或7号 3号玩家请发言 又成大聪明了 因为8一票 8一票5 我知道出事了 我真的觉得六十通灵师 12一票5,8一票5 那是我站错边了 但是三岛一定是有机械女巫 对吧 一定是有机械女巫 所以8号玩家 8号玩家更像那个机械狼 我感觉 10是吃刀的 11是一个战队边的牌被毒了 我希望守卫昨天晚上没有自首吧 因为没有自首的话 如果没有自首的话 好人还是可以赢的 对吧 因为狼砍到猎人了 反正先出12没问题吧 因为12不能是首位 我们先出来12再说吧 好吧 2号玩家是不是 我真没觉得2号是是吧 因为我昨天听7的发言 我总觉得他在 他在拱火 因为2号玩家在井上打了我 但我从来没有去 发现暂停 12号玩家什么字报 天黑请闭 天黑请闭 请闭 请闭嘴 请闭嘴 你要守护团家 守卫去闭嘴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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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取杀了 鸡沙目标 慢慢去我 然后别离开 可些难过的却不是回忆 《给世界》 离开 我 Oh can you know 爱就像在落下 怎么让人不牵挂 不来好吗 想说的话 你能记得吗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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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陪你到最后 你都叹气都没错 怎么能忘掉你所有 老板上号码为老人起车 老人劝气逼 老人家起车的表情 3秒天亮 3 2 1天亮了 昨夜7号拿到块 游戏结束 老人阵营图神获胜 不是你穿那个 你后来那个花言 好来给各位大门老师 附下团本球戏 机械狼通灵师版型 通灵师5号 女巫7号 猎人10号 守卫11号 机械狼8号 狼人3号 6号 12号 平民阵营1号 2号 4号 9号 首页首位空过 狼人击杀4号 平民 女巫要救起 行政平安业 通灵师验证 4号人家为平民身份 机械狼第一天晚上模仿了 7号 女巫本球戏为 机械女巫 上警环节 5号通灵师获得警惠 第一天白天 5号通灵师被扛退出局 入夜 守卫守护 11号 自首 老人击杀 10号 猎人 猎人被刀出局 当夜 女巫毒杀 8号 机械女巫 8号 被毒出局 机械女巫毒杀 11号 守卫 11号 守卫被毒出局 8号 10号 11号 三死 10号 老人家猎人牌发动技能带走6号 汗跳狼人 第二天白天 12号 老人选择自爆 入夜 老人击杀 最后一张神志牌 7号 女巫 游戏结束 老人阵营图神获胜 我们11号 人家谢有头十 给一下11号人家镜头 对不起 最后一把望上景了 然后就望谢了 谢谢贾总义子 贾总司机 谢谢 贾森 贾总女扶 贾总保镖 等于没谢 谢谢 不好意思 忘了 过了 好 我们第13季金城大赛 星河漫游的第一周表演赛 到今天就结束了 特别跟各位大门老师来说一下 明天周五本来安排的金城大赛 临时调整播出金城小诗赛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金城大赛的抖音官方直播间 就在抖音上搜索金城大赛 明天晚上7点半 会有我们的王宝宝老师 然后率领小诗赛的阵容 来跟大家来播出小诗赛 金城大赛的播出时间是 每周二周三周四和周五的晚上 7点30分 小诗赛是周六周日周一 这剩下的三天都是小诗赛 还有明天中午的1点30分 欢迎大家到我们金城大赛直播间 来收看金城宝宝赛 想要报名宝赛 可以到我们的官博 找到我们的选手招募海报 另外我们的金城大师赛 高校联赛 正在开放我们的赛点报名工作 各大高校的社团负责人 抓紧时间到我们的官博 来浏览一下我们的金城大赛 高校联赛的招募信息 然后个人报名渠道 会在1月31号之后开通 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 以上就是今天金城大赛第13季 星河漫游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饭狼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饭狼视频来人杀 在家也能玩面杀 百姓随心配 欢乐多一倍 记得到各大用商机来下载 饭狼APP跟我们玩来人杀 明天晚上7点半和下午1点30分 金城大赛直播间 宝宝赛和小时赛 我们不见不散咯 拜拜 祝各位好 晚安 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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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梦 非常 그래요 好梦